派军舰穿行台海!美国挑动中美最敏感神经! 原标题,派军舰穿行台海!美国挑动中美最敏感神经! 据台媒7日援引台防务部门的消息表示,美国两艘军舰7日上午由台湾南部海域航经台湾海峡,向东北航行。 根据台防务部门所公布的美军军舰型号,这两艘军舰为美国伯克级主力驱逐舰,配备神盾作战系统,排水量达到9800吨,具备优异的防空和反舰能力。 7日当天,两艘美军军舰由台湾南部海域,朝着东北方向航行,并通过台湾海峡。 美国主力驱逐舰伯克级战舰。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6月5日的例行记者会上,回答记者关于美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的问题时就表示,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。 美方应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,慎重处理涉台问题,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。 据台湾联合报回顾历史称,在美国与台湾地区断绝外事关系后,美军退出台湾,但美军的舰艇仍不定机会通过台湾海峡。 1995年,大陆举行导弹发射以及军事演习,抗业里登辉访美,美舰尼米兹号航母在当年的12月19日通过台海。 1996年3月,台湾地区举行选举,解放军进行导弹发射一击军演,美军独立号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先后抵达台湾东部海域。 2007年11月,小鹰号航母防港早据取消行程,返回日本横须鹤港途中也刻意穿越台湾海峡。 美国DDG-89马斯廷号驱逐舰。 至于美军水面舰艇通过台湾海峡,最近的一次是发生在2017年7月,当时,解放军辽宁号航母编队自香港返航,于7月12日凌晨进入台海后,美国海军伯克及神盾舰也尾随监视驶入台湾海峡。 外界认为,美舰通过台海,等于在复杂的区域问题火上浇油,挑动中美最敏感的神经。 美国DDG-65本福德号驱逐舰。 海峡卫视特约评论员谢南认为,客观上,美方军舰并不是第一次穿越台湾海峡,但是当前中美关系处于比较敏感的时间点,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。 此时点派两艘驱逐渐穿越台湾海峡,实际上是美方希望把中美贸易问题和台海问题相挂钩,向中国施压,希望中国能够让步,从中获得利益。 近期两岸关系紧张,美方此举也有为台湾深律,极独分子撑腰打气的意味,对此我们必须向美方表示警告,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敏感一环,中方不可能就此做出任何原则性让步,美方也不可能通过打台湾台,获得本来就不可能。 同时也需要告诫到内申律,极独分子,斜阳自重只会使台海局势更加紧张,使台湾民众陷入更危险境地。 图现出处出特别著名外,均来源于网络,转载成请著名出处今日海峡。